好了,第七个要点,得神喜悦和不得得神的喜悦的分别。 大卫犯贱瘾的时候和杀人的时候,大卫所行的是,耶和阿圣不喜悦,永不离开你的家。 所以我们看到是什么呢?神有没有赦免他当时?马上赦免了?有啊,马上就说了。 是的,但这个罪的后果仍然存在。所以我们明白神可以赦免,但这个罪有破坏性。 我所认识的这四个牧师,两个去坐牢,两个要停止,四个都要停止他们的侍奉,都是实际的后果。 这个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承担一些罪的后果,每一个都有,我自己都有,曾经。 这重点是以后不要再犯罪,免得承担更多的后果,是不是? 第一个后果犯罪是什么呢?被人,是不是? 有些人我们做错事情就被人骂,被人不喜欢,影响关系,是不是? 都是这个是,当我们犯罪的时候,不得神的喜悦也会有犯罪的后果。 然后,神的喜悦,罗马书12章1节,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,不要效法这个世界,心意更新而变化,就能够察验神的善良成全可喜悦的旨意。 所以,他就喜悦了。所以我们知道犯罪必定,神必定喜悦,必定不喜悦。但我们正从神进入神的计划,就进入神喜悦的计划。 所以我们做基督徒不但是说,他对我不好,我很难放手。我希望我们不是停留在这个状态,而是说,我要进入神的计划,做神吩咐我的,我的生命可以发挥。 所以,这些人的问题不需要放在心上,是不是?这样我们就能够放手了,不被人的问题影响。 得神的喜悦,这个最重要,神喜悦,什么都有,是不是?神喜悦,什么都有。 路加福音,阿正十四节,耶稣降生的时候,天使说什么?在地上平安,归于他所喜悦的人。 不是归于所有的人,是他喜悦的人。这是真宠神的人,爱神的人,神就喜悦。神喜悦的人,平安。 平安不但是和平,而是整个生命的完整生命,神就赐给我们。每一方面的祝福,Shalom,和平,在平安,在希伯来文,意思是什么?就是整个很完整,整个生命是完整,是丰盛的,没有被魔鬼偷窃,杀害的。 哈利路亚,感谢主。 哈利路亚,感谢主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